小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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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去看房子 看看差不多了就行啊 你怎么也下来了 这会儿路上车太多了 太堵了 我坐地铁去公司了 只要比我跟胖胖那房子好就行 小唐 你要是看得特别好的 稍微跪一点也行 你知道为什么吗 老孙答应我过一段时间 提升我做部门经理 到时候底线就涨了 真的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这好事没成之前不能讲 一讲就没了 那我刚刚什么都没听到 没听到 没听到 那我一会儿去找个好点的房子 新点的 走了啊 小唐点 路上 点东西 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这儿干吗呀 这都往哪儿挖呀 干吗呀你们都 什么意思不是啊 你要好的位置多多保重吧 跳槽了 怎么回事你们这是 你说怎么回事老孙跑了 老 他说老孙跑了 你刚知道啊真跑了 这钱啊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你看什么值钱赶紧拿点什么吧 我这个人不是轻易向随便开口的 看在你是我同门师兄弟的份上 我今天跟你开这个口 杨经理的工作合约 马上就要到期了 业务部主管这个位置 你懂的 你什么意思 后面多少新人在排队啊 idade outta 踢球踢球 师哥真是太谢谢您了 我都没想到 在公司不要叫四哥 叫孙总 好 小雨晴 赶紧闯钱 人在哪儿呢 赶紧说人到哪儿了 我说了多少次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 tale不知道 相信我的 你肯定知道 赶紧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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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还清购钱呢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别这么吵着了 你干什么 你干啥呀你 我跟人在哪儿 他藏哪儿呢 你赶紧说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我们问谁去啊 你肯定知道 你还记得瞒呢是不是 你肯定知道 你肯定知道 对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 你爱问谁问谁去 我们今儿就问你了 平时这么爱公司 我跟清你回来当财怪啊 我告诉你蔡姐 你平常我瞧 你跟那老孙俩没练剧的 你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 对 对 对 你没有事你们俩 你说什么呢 你再说一句 你信不信我抽你 你抽一试试 我告诉你 我是老孙请来的 普通员工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管你俩什么关系啊 我不管 你们爱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就在这儿 老孙藏点了 对 我告诉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让开 你走了 还想走 你不能走 你先告诉他 要在哪儿 要你别走 不让我走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报警 来来来不不不 来我手机信号好 擦起来 来用我这报 好 来用我这报 来 程远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 你知道老孙在哪儿 我不知道 那你瞎打什么刹啊 报警 要么你就说他在哪儿 要么就报警 来 您叫来看看 这个租客刚刚搬走 所以也没打扫卫生 有点脏 这房子没家具啊 因为我这个房价也比较便宜 所以呢 得您自己来配了 您看看格局都挺好的 采光也不错 这是卧室吗 这是洗手间 主卧在这边 洗手间 带着还行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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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外头怎么这么慌啊 这都几环了 应该算五环了 不过马上就要通地铁了 通地铁 那得什么时候通啊 这一年还是两年呢 应该会很快的 我看外面这架势 像是要盖房子呀 那以后我们要住在这儿 不得吵死了 要不然 那个房价 你再给我便宜点 这个真的不能便宜了 因为以前的那个租客 也是这个价格 蔡姐 蔡姐 你先别走 蔡姐 不要 蔡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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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这要告诉我老孙在哪儿 或者说我们哥俩开公司 请您过来当财务总监 我谢谢你们俩高看我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蔡姐 蔡姐 我求求你了 我跟胖胖 我们俩求求你了 你就告诉我们 这老孙在哪儿吧 我俩发誓 绝对不告诉任何人 嗯 我现在马上要结婚了 哪哪儿都需要钱 我媳妇那房子都租好了 就差我这钱了呀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她还欠我两个月工资没给呢 是 她欠您这工资 对你来说没那么重要 她欠我的提倡 现在对我来讲 是太重要了 蔡姐 欠我的钱不重要 欠你那钱就重要啊 你怎么说话呢 我上有老 下有小 我每天一睁开眼睛 好几张嘴在那儿等着吃饭呢 不是 你老跟我比什么呀 您多大岁数 您在北京多少年了 我现在在北京 连个猪子店都没有 你跟我比什么 你在北京有没有房子 你有没有房子 来 你考虑吃饭了吗 你我现在猪都没地儿住了 我有房子跟你有关系吗 你没房子 让我给你买套房子呀 什么道理呀 兄弟 你们俩有跟我这么 磨叽这个份啊 赶紧去找老孙去 找到老孙 千万记得告诉我一声 老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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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